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宇慧被誉为现代武侠小说界的女金庸 却娶了一个男性的笔名 镇丰 她的父亲是前监察院长陈旅安 爷爷是前副总统陈诚 出身政治世家的她 却在武侠小说界展露光芒 她的作品《天官双侠》 也在今年四月获得中国大陆武侠小说 最高奖项中华武魂奖 以及最受欢迎作品奖 好 等一下 今天更荣幸的是 我们把父亲大人 前监察院长陈旅安先生 给请到了 因为这个与慧的这个武侠小说 《问世之后》呢 让很多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的老的书名的 开始又重新练功起来了 对不对 不过因为爸爸也在嘛 因为这个院长也很久呢 这个没有透过这个电视啊 跟大家来聊一聊 好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院长 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我也很高兴 不过院长啊 过去人家的专访都是以您为主 对不对 今天可是以女儿为主 这个感觉如何啊 应该的 是 应该的 对 你不知道他写武侠小说 对不对 其实也知道一点 但是得了奖啊 确实感到意外 对 对 比如说得奖的时候 你们都不晓得居然他会得到 这么一个大奖 对不对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吧 一个意外的惊喜 好 很多的观众或许已经早在网路上 认识了陈宇慧小姐 可能还有一些观众的并不清楚 所以我整理了一个简单的手板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陈宇慧小姐呢 她本名陈宇慧 而她的笔名是正风 好男性化的名字于慧 是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呢 因为写武侠嘛 写武侠当然要一个比较有豪气 比较好爽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你不能取得太柔弱 你当时有要 当时有想要隐藏自己是 女性身份的意图吗 有一点点这样的意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女性写武侠 毕竟是比较少见 我是怕说有些读者呢 或许说看到一个女生写的 她就不想看了 没错 有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对 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让人知道我是女生 后来跟网友说起 我是女生的时候 大家都不相信 对 我看到很多的网友 在上面的这个留言 因为很多就是一些评语啦 然后有很多是赞美 那有很多人就说 我绝对不相信 振风会是个女的 结果就踢到铁板 结果呢 就发现说 原来振风是个道道地地 而且是非常温柔婉约的一位女性 她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主修的是商务管理 跟文学 跟武侠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 但是呢 她为什么要读麻省理工学院 因为我们院长 好不好 也是MIT的这个高材生了 你有这么一点想要做爸爸的 学妹的味道吗 我一直都是爸爸的学妹 真的喔 我在高中就是读斯大附中 就是也是我父亲的学妹 OK 好 从读斯大附中开始 就是爸爸的学妹 所以你心里面是非常敬仰爸爸 爸爸给你的形象是什么 爸爸严肃当中带着一些风趣幽默 同意吗 院长 能不同意吗 能不同意吗 女儿说什么就算 是这样子的 对 真的 很多爸爸都是非常疼爱女儿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觉得对于于慧来说 陈女安院长真的影响她很多 好 你看 我这资料还没看一半的 讲这么多了 好 工作 她的工作也不是专业作家 她是荷兰银行的董事 她现在金融业服务 一个金融业的侠女 这更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对不对 好 父亲陈女安 那么爷爷就是我们的 已故的副总统 陈辰 陈副总统 现在呢 我觉得我最惊叹的是 她这个角色 她居然有三子一女 你生了四个小孩与会 是啊 是啊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是什么 你是本来就计划生这么多 还是有一点意外还是怎样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怎么会意外四次 那也太差劲了 那也太差劲了 OK 所以你喜欢小孩 我喜欢小孩 刚开始没想到要生那么多 对 就是我先生一个 真可爱 真可爱 又生一个 太可爱 还是很可爱 再来一个 再生一个 还是很可爱 更可爱 对 欲罢不能来第四个 好不好 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 夫人啊 就是您的母亲呢 她也生育了五个小孩 是 家里面是四个男的 一个女的 你是排行老四嘛 我是老四 所以你是三兄一弟 对 你有像想要向妈妈看齐 对不对 我大概生不到五个了 生不上妈妈 其实喔 其实今天夫人也在我们的现场 但是夫人很客气 来 导播 我给你一点时间 你帮我找一下夫人哪里 夫人很客气 她说她不要上台 但是呢 音乐夫人也来了 我们掌声欢迎她一下好不好 夫人还是这么美丽喔 我曾经呢 去过她的那个工作室去访问过 她也是个好多年了 您都没变啊 非常欢迎你 这个我们就谈到了 就是说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 然后你自己生了四个小孩嘛 等一下我们再聊一聊 怎么可能你有这么多的时间 难道我们一天不是都24小时吗 她怎么可能写小说 又当这个什么银行的董事 然后还去这个照顾四个子女 好 而这次呢 她得奖的那个作品 就是得到这个大陆新武侠小说 大赛的一个首奖的 那本书啊 这个书名你自己来念 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书名叫什么 多情浪子 吹情侠 好严情的味道喔 对 有点穷咬武侠版有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呢 原名是这个天官双侠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比较像是我们一般传统 天官双侠 对 后来呢 是因为是在网上 参加这个比赛 那有人就跟我说 你的书名不能太短 那你名字要长一点 看起来就好像人家 比较容易看到 然后这个名字呢 多一些这种情啊 浪子啊 这种字在里面 跟人家就会比较觉得 这个书名有意思 就点进去看 对 所以这本书的 这个叫原名嘛 是多情浪子 痴情侠 对不对 在网上是用这个名字 可是呢 为了要出的这个书呢 就叫天官双侠了 我想就是出实体书的话 用回原来的名字 我要考一下院长 因为院长在旁边觉得很轻松 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字 还不太好念 院长 你帮你女儿打打书吧 这本书叫什么 天官双侠 哎呀 了不起 读得真好 掌声鼓勵一下 天官是两个组长的名字 是 院长 这个我就知道了 因为昨天晚上 我得到这本书以后 这还是试读版的 还没有正式的这个版本呢 我就先这个开始读了 这个天官就是 因为你是双主角嘛 在这里面就是林浩天跟那个赵官 这两位这个少年啊 在这个闯荡江湖的 一个奇遇的故事 对不对 而且是性格迥异的 两个这个少年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我才看了这个三四十页 我就觉得那个剧情推展 是快速哦 然后会让你想要 一直一直的看下去 所以很多的武侠民 就可以开始赶快 这个连夜练功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多重身份里面 我们就先来聊一聊 你因为这一本武侠小说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嘛 可是后来人家发现 你原来就是前监察院长 陈旅安的女儿以后 所以我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当别人介绍你是 这个陈旅安的女儿 陈旅安的女儿 陈旅副总统的孙女的时候 你喜欢人家这样介绍你吗 你的来富生活 沈春华Live Show 那些人介绍你是 这个陈旅安的女儿 陈旅安的女儿 陈旅副总统的孙女的时候 你喜欢人家这样介绍你吗 是从小人家好像就是 从认识我的 对 会有压力吗 还是一个光环 其实也不会 我觉得记得小的时候 我不管是幼稚园 或是小学的时候 老师啦 同学啦 大概都知道一些 就是我家庭的背景 对 但是对我好像从来没有造成什么困扰 我觉得我可以从这个 陈旅慧的言谈之中 我可以感受到他从小就是一个相对非常有自信的孩子 事实上他的成长之路 还有他的求学的过程 他也一直都是读得非常好的书 所以他今天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叫 资优生特别奖 这个爸爸您还记得吗 记得 这个奖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奖是他在初中的时候 功课特别好 太好了 对 要是有这个资优益的这样一个制度 资优生 然后他可以跳班 可以跳级耶 跳级 我们一年一年念都念得很辛苦 人家跳级 OK 所以这个事情我倒印象很深了 是 而且我知道有一个特别的典故 就是说本来你要在国中的时候 你本来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个 所谓的月级考试 可是后来前一天好像这个 就是学校告诉你说你不能考 是因为那个学校只有一个名额 可是这个爸爸就很不服气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去跟学校 就交涉去了 是不是 我找了一位教授向他请教 这个这样如果要升上去的话 这规矩是什么 规矩是什么 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是照他的方法去做的 对 所以他就能够 后来就到副中了是不是 后来就的确参加那个月级考试 而且一考就一名金人 你是考中的北一女吗 我是考北一女 但是我第一志愿去上师 但是他的志愿他要去当爸爸的学妹 所以去师大副中 也就是说这段过去的 这个过往的回忆 在你的脑海里面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 你看到了爸爸什么 因为从小 因为我功课比较好吧 我父亲就从来没有 就是关心过我的学业 那我本来以为我父亲也就是 会不会来插手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很惊讶就是 我父亲竟然非常的激动 他说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是啊 怎么可能我的女人 还不够资格去考月级考试呢 就我怎么能够服气呢 对不对 因为爸爸心目当中 觉得这个女儿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你可能从那个世界里面 你觉得原来爸爸这么爱我 这么护卫着我 而且其实对我期望很高 对不对 对 我当时是觉得 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父亲对我的一些期许跟关心 好 所以其实这次的陈宇慧呢 他因为这个天官双侠这本武侠呢 得到了这个小说的大 就是新武侠小说的大奖 事实上我相信呢 这个陈宇安院长对你的影响很大 因为据说你这个九岁的时候 就把金庸的小说全读完了 应该是看完了吧 九岁全读完金庸小说 我们听起来很受挫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连一个课外读物 都还读得哩哩啦啦的时候 你把... 是我害的 就是我爸爸 自首吧 自首 院长自首 为什么是你害的 是我送了他一套书 金庸的全套的小说 他非常欢喜 他很快就看完了 可是你怎么会送一个八九岁的小孩 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集呢 就是因为你自己很爱 对不对 我想我们自己父母很欢喜看的 就会给孩子 对 金庸他开创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让年轻的 年纪轻轻的 很快就可以突然变成武林高手 这个很嚮往 对不对 对... 你找到好的老师 机缘到了 对 他把手放在你的背上 一夹子的功力都给你了 好 太快了 我们多希望也能够遇到这个奇人 所以我想 而且他对人物的形容啊 比较逼真 对...非常的逼真 非常逼真 他不是以前古典的 好人就好人 坏人就坏人 他活生生的跟我们很像 对 然后这里面对人性的描写 可能要非常的细腻 对不对 当然了 我觉得像陈旅安院长 介绍自己的女儿来看武侠小说 因为她自己也非常沉迷在那个武侠小说的世界 可是呢 会看武侠小说跟会写武侠小说 这还是非常不同的两件事情 事实上要写武侠小说 我认为那个文学底子 还有这个国文的文化的素养 这个底蕴是要非常厚的 那这个语会是怎么样训练自己这一块呢 其实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 中国文学方面的东西 那小的时候也有参加一些作文比赛 是这些小说这些都有 就是我很喜欢写 所以后来也是因为我父亲影响 我这么喜欢武侠 这么喜欢金庸的小说 那金庸他又封闭了 所以看完了他全部的小说 两看 三看 四看 都看过好多遍之后就没得看了 那时候就想说 或许我自己提笔就是编出一个故事来 然后把它写出来 大概是这么开始的 对 所以这个语会就开始写这个小说 他自己也是越写觉得越有心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父母亲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 对不对 他并不知道你花了这样的时间 去写一个小说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 好像当这个院长知道这个语会 居然有一部小说放在网路上的时候 你好像立刻上网 把这整部小说给看完 是吗 你要不要形容一下 这个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上网去看小说了 对 那看以后 不但看小说 跟他也通电话 他告诉我 还有网友有很多意见 那我就看看网友的意见 也非常有趣味 对 那我现在讲网友的意见 开始很多网友对他 是有一种非常 这种网友也有的 这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但是一旦发现他是女性的时候 就变了 就变了 这一点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可爱 就是大家对女性还是有点尊重 非常尊重的 对 怜香喜悦 怜香喜悦 看到没有 我们的侠女说话了 后来又发现说 他居然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那就更不敢批评了 完全就是一面倒 就是非常崇拜了 不是不敢批评 我们就觉得忍一忍吧 对 忍一忍 对不对 后来发现他还有一个孩子 他还在坐月子 对 因为在网站上的人 大家希望你赶快把结论写出来 赶快天天写嘛 而且我提了个问题 希望你马上回答嘛 后来大家知道这些 大家就觉得 有一个读者 网友就讲 大家不要再逼他了嘛 所以网友之间也会 互相的互通讯息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比你太紧 还会这个替你觉得可惜 而且我一看他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就提了很多问题 他因为他也是练武高人 你知道吧 对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女儿 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呢 他情不自禁的 他一定会有他的想法嘛 那我觉得其实像武侠小说 为什么会引人入胜 就是他从他的穿着一举一动 然后他的什么武功的内涵 或者是人性之间 都要描写得非常的细腻 所以我才认为说 写武侠小说真的很不容易 那你是怎么样去架构 去构思 这些武侠小说 是你突然之间冒出来 还是说你要经过很多时间 慢慢慢慢去把它给酝酿出来 其实这本书是花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写完的 我开始写大概是98年的时候 98年 对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年 很久 刚好有一年是我离开了工作 我刚结婚 跟我先生一起到英国 去住一段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 既不用读书也不用工作 时间非常多 所以那时候就想 那时候还没生孩子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应该花这段时间去做一些 我真的很想做 很有兴趣的事情 对 那在你的这个小说里面 这么多人物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好像里面有这个院长的影子 就是爸爸的影子 就是爸爸的影子 倒是没有 没有 就算有大家也不敢说吧 免得这个爸爸又要电话来了 就跟他讨论讨论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说 这个宇慧跟这个陈琉安院长他们带了两个人 就写了几张小时候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妇女之间的这种缘分 真的是很深的 这第一张呢 当年的院长 您就是几岁啊 好年轻 很帅耶 这是几岁 36岁 36 对 36岁 36岁 这一张照片呢 陈琉安手上抱着的这个小宝贝呢 是宇慧刚刚出生十天 所以是36岁的时候生了宇慧 OK 好 这个抱着你的是 是我祖母 我的母亲 是...是祖母 对 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大概在 也是刚出生没多久吧 刚出生 是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喔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 陈琉安院长的夫人 她为这个院长呢 生了五个小孩 四个男的 然后唯一的就是宝贝女儿 就在我们的现场 然后这张照片里面 还没有全员到齐喔 这个是老大吗 老大 老大 然后这个穿着一个 这最小的是红衣服的是 红衣服的是 红衣服的是女生 这个很容易认 唯一的女生 然后这个是老三 老三 老三哥 所以那个时候弟弟 还没出生吧 还没出生 弟弟差你几岁 五岁 所以你这个时候还不满五岁 这个时候大概还没有 还没有五岁 大概三四岁那样子 那因为你有四个儿子嘛 院长 可是你只有一个女儿嘛 她对女儿 会不会真的多一份疼爱 总会有一点吧 只有一点点吗 我们家的点 她说只有一点点吗 所以这个回答 这个很难令女儿满眼 不过她也不敢得罪儿子啊 这年头父母亲也很为难 对不对 从我的家里 我的父母啊 我有六兄弟姐妹嘛 是 所以对我的父母 在我们家里面 始终做到一点 是非常的公平 公平 男女一事平等 我想这个家教我们也是传下来 不会特别对哪一个 特别疼爱 对 好 那我找到一张 我觉得这张也很有代表性 这一张 这个是爸爸居然把你这个 扛在那个肩膀上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还是可以跟父亲 有非常亲密的这种感觉 事实上那个语惠呢 她从小的时候 我刚才说过了 她这个读书啊 读得非常的好 所以她可以以支付优异呢 她可以跳级考试 可是你除了这个读书 读得好之外啊 刚才夫人有偷偷跟我讲 她说其实你是 十八般武艺样样拒绝 因为你还学什么 跆拳道 跆拳道 而且跆拳道 跆拳道耶 难怪她现在要练功了 你怎么办呢 跆拳道你还打得不错 后来是到什么 到了黑带了 到了黑带了 但是 所以你的确是有武功的侠女就对了 没有 我拿黑带的时候 我大概只有三年级 大概只有九岁 我爸爸说她是放水 才会让我拿黑带 OK好 那除了这个打跆拳道 得到黑带之外 你还做什么其他的 我那时候还学了剑集 日本的剑道 还学剑集耶 也是很小的时候学的 OK 不过这本武侠小说的出版 我觉得有一点曲折 也许这个余会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你刚刚写完 想要出版的时候 好像没有人要出版啊 对啊 因为其实写的时候 我完全就是一种 娱乐自己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写的时候非常开心 对 所以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写 有空的时候就写 但是我写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说 这个书将来要怎么样 要出版吗 要得奖吗 就是根本没有想到这种 没有想到那种地方去 就是说写了我自己开心 自己写的时候开心 看的时候开心 对 就很好了 所以后来全部写完了之后 说哇 写了这么长 写了八十多万字 所以就想说 或许看看是出版的机会 对 那时候有询问过几次 那人家都说 你是个新作家 武侠已经没落了 你写了八十万字 谁要给你出版 不可能吧 哇 夜市浇了一大桶冷水 对 当时就觉得有点失望 我想后来想起来没关系 反正是为自己写的 这没有关系 后来是有一次机会是 所以那个书呢 就一直就放在这个 电脑里面 电脑里面 就一直没有打开 大概有两三年都没有去碰它 后来有一次是整体 电脑档案的时候 就刚好看到这个旧稿子 我想好像是两三年前 最后一次修改 已经很久没碰它了 成风已久这样子 就把它打开来看 因为那时候太久没看 就基本上都已经忘记这些情节 跟这个故事了 重新看的时候 就好像感觉是 看一本新的小说一样 那就很有一些新鲜感 看的时候也觉得 竟然还蛮好看的 就是有点出我的意外 原来那几年前写的东西 竟然还可以 还不错这样子 那看完之后 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动 一种激动 我就说我自己都被 这么被这部小说吸引 那我觉得我里面的这些人物 好像赵官 林浩天这几个人物 在我自己的感觉上 他们都已经有一个 很活生生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生命在那里了 我不能再把它 关在我的电脑里面 我要让它活出来 让他们走出去 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之后 才去这个网上 找一些这个原创文学网站 发现有很多这样子的网站 就是让那个网友来写 网友来看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不如就把我的小说放上去 网友要是喜欢看的话 那是最好 对 那也刚好就是错上了这个时机 06年他们办了这个 大陆的西英武侠小说大赛 这样子比赛其实也是不多了 因为现在 有关武侠小说这样的比赛 可能不是很多 刚好是实际上撞上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 那也就很幸运之后 竟然得奖了 是很意外 所以呢 就是说当这个与会 重新在电脑里面发现 他在两三年前写的这本小说 他居然一路看下来 越看越津津有味 觉得这部小说太好看了 因为他已经 两三年没碰塌了 所以情节有一些忘记了 因此决定要把它介绍 给更多的人 所以才有了今天 这部成语会的这个天官双侠的这部新武侠小说 不过在他的很多重的身份里面 我刚才说了 最让我赞叹的其实是 他选择作为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你知道在目前这个社会的脚步这么的快速 工作的压力这么的大 居然有妈妈愿意选择成为四个孩子的妈 对我来说我就是非常赞叹的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这一位新世代的侠女来谈一谈 她如何在这么多的工作之余 还能够照顾四个孩子 马上回来来复生活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复生活的特别来宾 是前经常院院长陈旅然先生 跟她的千金陈宇慧小姐 也是现在被封为这个女金庸的 新世代的武侠小说家 但是事实上她还是一位 在金融业服务的银行的董事 另外她还是四个孩子的妈 宇慧 你一天有48小时吗 当然没有了 你怎么样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其实我跟一般的职业父母是一样的 就是早上有一份工作 晚上回家看孩子 也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是孩子都睡了 有点时间就来写些小说 你的最大的小孩现在几岁 七岁了 七岁了 那她准备从什么时候 开始要读武侠小说呢 她认的字 随时吧 她认的字就让她读 她现在刚上小学一年级吧 认识的字还有限 我想可能再过一两年吧 认识字多些了我会让她读 所以妈妈也是会主动的介绍 武侠小说给小孩看 会的 就如同当年父亲主动的买了一套 金庸全集给女儿看是一样的道理 院长我觉得 其实今天我听到余慧谈她的家庭 谈她的工作 谈她的武侠小说 我认为她事实上受到你跟夫人 是很多的影响的 你印象当中 你觉得这个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些片段或者是故事 你到现在印象都还非常深刻 她写武侠小说我都并不觉得意外 对 得奖我是觉得很意外 得一个大奖意外 对 她小的时候 小学二年级 有一次从学校回来吧 有天就哭了 哭了 就哭 我印象还是 我就抱着她坐到我腿上 我就问 什么事啊 对 老师的 是不是老师的事啊 不是 不讲话 就是流泪 不堪心 那是不是同学啊 也不是 就一个一个问 一个一个问 是不是大哥欺负你啊 是不是哪一个 是不是二哥啊 都不是 你看一个一个问 要问很久了 一个一个问 一个一个问 问了很久 对不起 到后来 她告诉我了 嗯 也是慢慢问出来的 对 是课本上的东西 啊 她为了课本上的东西哭啊 她就告诉我 国文课本 打开来 指的一刻 对 为什么 写得不通 她觉得国文课 这个教材编得不通 我看了一下 果然写得没有什么道理 我们大人写教材 可能没有注意到 不能够太把孩子当孩子 对 所以她 从小她看事情很清楚的 她写的武侠小说 条理也比较分明 所以大家对这个武侠小说 都有个陷入为主的观点 打打斗斗 杀杀的 其实不是的 武侠它主要是 正邪分明 正邪分明 而且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 这个词啊 它很简单地点出来 关键就在你这个人正不正 所以它有一个词在那个地方 所以孩子们看这个书啊 你从小就会学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且很自然的 因为它不是教科书 那我不知道余慧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你回家居然因为 果文课本的教材 让你哭了 你还记得吗 有点印象这个事情 对 但是那个内容是什么 我都不太记得了 那后来呢 这个爸爸有打电话去问老师说 为什么课本可以这样编吗 也没有 也没有 爸爸就安慰我嘛 OK 好 那我倒觉得说 也许这个余慧 从小呢 从父亲的身上 可能也看到很多事情 也许对你来说 印象也是很深刻的 有没有哪些片段 或者是故事 你觉得到现在 对你来说 那个都还非常的鲜明 我最记得就是 我父亲给我的一个印象 不见得是一件事情 对 就是说我父亲每次 我们家里的规矩 其实也是比较严 我们大家一定要到齐了 坐下来吃饭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的规矩之下 其实我们吃饭的时候 是非常轻松的 我父亲呢 他一定会在吃饭的时候 跟我们说说话 聊聊天 就是问每个孩子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他自己会讲一讲 一些他自己的事情 或者说跟我们讲笑话 有时候就专门讲笑话 我们就吃饭的时候 就很开心 所以大家一起 就是晚上一块吃饭 团聚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印象非常深 就是这种家庭 大家一起坐下来 然后一起彼此分享 这种感觉 对 刚才那个雨慧提到说 其实家里面 可能还是有一些规矩 那这个院长 你会觉得说 你对孩子的家教 最重视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还说我父母讲起 我父母给我们的家教 其实就是以身作则 就是长 又它是有序的 对 那这个平常生活中的规矩 比较重视 是 这个怎么客人来怎么接待 对长辈的讲话 我想这种要求 还是蛮严格的 其实我的感觉 像他们成长的时候 我自己有时候有点 有点感觉到有点歉意的 其实那段时候 我真的在 正好台湾是起飞的阶段 早上中午晚上都要应酬 有的应酬 现在回头想想也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那个阶段 我在家的时间确实太少 刚才讲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啊 倒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轻松 会出些题目给他们 把成语 你念一个成语 第二个人要从最后那个字 再讲一个成语 语池接龙啊 我们现在也是玩这一套啦 对 父母亲都要玩语池接龙 OK 我们也玩什么游戏 我会出些题目 就是如果一个人 我的孩子好多还记得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如果有三只眼睛会怎么样 如果有三只眼睛会怎么样 另外一只眼睛 让你愿意长到什么地方最好 就让他把他的思维打开 您曾经提出过这种问题 来问你的孩子 孩子很开心啊 有时候会想到 挡到手上就好 挡到后面也好啊 考试的时候很方便啊 总算院长今天说了一个笑话了 不过校长这个... 因为我们从小看过 像《封神堡》这些小说嘛 对 《封神堡》 因为我看五三小说看很多 从小会去看小说的嘛 什么《西游记》 《三观演义》啊 这都看的 《红楼梦》 《西藏记》啊 这都看的 五三小说当年没有现在这一类的 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熟三建想转 更早一点七下五亿小五亿 这一类的 尤其是《封神堡》 它真的是把一个人的领域带开了的 它里面有各种的人 有各种的能力 土行生就会在地底下跑的 所以它帮助大家创造一种 另外一个空间实践的一种感觉的东西 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考考他们 想一想 让他思维放大一点 不要卡在我们这个感官世界里面 这种感觉 你还记得吗 有印象 大家都会想 想到打到手上好不好 打到手上就不能打人了 打到自己眼睛打坏了 我们倒是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陈云院长在家里面 会跟小孩子提出这些 真的还满有创意 而且主要是要开启 不同的想像空间 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对于一个新世代的武侠小说家来说 我想可能很多你的读者 他也会很好奇 那你在家里面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母亲的角色 对不对 你有足够的时间陪你的孩子吗 你认为 我觉得时间如果你要工作的话 陪孩子时间总是不够的 对 总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 对 所以现在最小的小孩 也是儿子对不对 对 儿子是多大 五个月 才五个月啊 很小 对 很小 那这个五个月也很可爱嘛 对不对 一定的 很胖 对 我这次带他回台湾来了 很胖 好像个相铺巡神 很胖 那你还会再考虑生第五个吗 不会考虑了 不会考虑了 四个已经很多了 真的 四个 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很赞叹了 他愿意花这样多的心思 他们夫妇两个带孩子都带得很好 他孩子不准随便看电视的 都蛮有规矩 对 而且我对他们小时候也有要求的 我们在家里不可以打蚊子 哦 为什么呢 不打蚊子蚊子就要咬你了 这个房间的蚊子用塑胶袋 怎么把它抓到以后放出去 OK 要活捉 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放生 OK 这个你可以写在你的小说里面 怎样练习这个空中抓纹 这也是个武功高手 武功就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要活捉 有没有 然后再把它放生 OK 这个你可以写在你的小说里面 怎样练习这个空中抓纹 这也是一个武功高手 武功就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对 OK 所以这个 大家把这个武侠小说 想到这个武字 其实这个武字是指歌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事实上是指歌 而不是指歌 是个真正的舞 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用的 功本武造 大家知道的 到后来他没有招数了 别人要破他的招 找他的破绽 他没有 因为他本身没有招了 没有招代表什么 他没有害人之心嘛 对 那也不需要跟你打斗了 孙子病法也是说嘛 不战而其人之兵嘛 是 这是指歌 其实武侠小说也传递一个信息 两个插刀主持正义 是不是 这个就是大家最向往的 很爽 对 不像现在不容易做了 一做法律要干预你 对不对 搞罗宾汉的事情不行了 对 但是武侠小说还给你这个 空间 特别一种空间 对 把我们人最向往的东西 可以在里面表现出来 他不一定是武 是打斗的 他不是的 他到最后还是讲和平的 他有原则的 对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一目了然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 从年轻时候 一直到现在 对于武侠小说 还这么着迷 对于武侠里面的那种 所谓的狭义的精神 对于陈里安先生来说 可能是最吸引他的 而对于语慧来说 你在这本书里面 你要表达的是 什么样的精神呢 其实也就是像我父亲 所说的这种 狭义的精神 狭义精神 对 就是你看到一件 不公平的事情 你就是会 无怨无悔的 不顾自身的 这样子去做 去 比如说去帮助一个 受到欺负的 受到伤害的人 或是去做 他该做的事情 或是他不该做的事情 他即使是 自己会遭受到很大的危险 他不做的 他还是不做 我是想写出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你没有真的实际上 这么这样子的一些考验吧 但是我在这个故事里面 就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情境 让我的主角去面对 这样子的一些挑战 然后在这些挑战中呢 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少年英雄 这种豪气 对 所以院长 您对于语慧的这个 这部武侠小说 您的评价是什么 你觉得他在书中 有传达你所谓的 那个所谓狭义的精神的部分吗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是 他这部 我自己看了 我觉得写得蛮好 写得蛮好 写得蛮好 自己很好 就是我看得下 我这么多年没看武侠小说 对 是当时非常迷的 很多武侠小说 所有都看过的 对 而且我们在马克森理工学院 靠武侠小说毕业的 他等于是在精神上一种调剂 那时候金庸之小说出来之后 我们手抄本出来了 那时候没有这个复印记 对 就是哈佛大学 写得跟我们MIT的大家传阅 而且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的 我们在过年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啊 要比照作者写的两个人面对 拿刀 他演出来 一个拿刀 一个拿剑 对 比划 两个人 要谈一定的部位嘛 对 金庸的小说不一样 中规中矩 是 我不讲其他几个作者啊 有可能他们太忙了敢搞啊 写的时候就有点... 有点两个走走走走 都变成背对背了 我们演出来的时候 就一个跑那边 一个跑那边 还在面对面打 对... 所以他就印着 到底里面写的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你就照着书里面去比划 你去比划一下 他中规中矩的 对... 所以我们对这个 金庸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所以那时候读这个武侠小说 它真的是... 功课压力那时候非常大 但我们感觉到还有个世界 很温馨的世界 对... 所以大家非常欢喜看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我把这个小说给他们看 因为它是个有教育级的 它不光是语乐的 尤其因为它写的笔法特别的细腻 对人的描述啊 很像现代人 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 人性里面有很多的层面 好像... 宇慧也讲啊 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就以前很多人不想 一个武侠小说的英雄人物啊 他怎么过日子啊 他... 他还是要吃要喝的 他们好像从来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谋生的 就每天行侠仗义啊 然后看到有什么弱小呢 就是一下子 然后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 从西道就几步路 然后在水上飞啊 在空中啊 打斗翻两圈啊 他写的就不是 他这本书里面 就交代得很清楚 是 每个人都有个职业的 很实际的 我看他写盖帮也写得 情节上也是蛮好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余慧在这个父亲陈旅安 这个院长的这个口中 是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院长你知道现在网络上 有人就封她是女精 女精庸 你觉得怎么样 女精庸啊 说您的女儿是女精庸啦 放不上这个 我倒希望有机会啊 他也希望有机会 再上精庸先生请教 对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男女两位大侠 真的是高手过招了 对不对 不是高手过招 学生向老师求教请义 好 那你会支持 宇慧继续写下去吗 因为他现在这么忙 就是四个孩子的妈 一个写小说的 我就他 我很能体会写小说的人 他的苦处 如果他是为了要成名 如果是为了要出版 如果把他当职业 那就很苦了 像他这样 随心所欲的 他想写就写 也没有要求什么 他这个得到这个 我就是特别一种欢喜的感觉 所以今天也来把这个欢喜的感觉 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大家分享 对 我想非常好 但是我知道在宇慧里面 心中好像有一点点矛盾 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跟你说 事实上比如说银行的工作 事实上还蛮花费时间的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工作 那么会可能淹没了 你写小说的这个才华 如果你有比较完整的时间 来经营你的小说的话 也许你在这一个范畴上 你更会得到更大的一个成就 你自己有这样评估过吗 未来是不是继续写下去 对 因为我喜欢写 所以我会希望继续 可以找到时间可以继续写下去 但是我就不是很确定说 未来 时间上当然是不一定了 第二个就是我的心境 到底是会怎么样 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去写 是不是说 第一本书卖得很好 我赶快再来写一本 也把它推出去 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就 或许就写不出好的东西来了 对 就比较商业导向 比较市场导向 对 或许我就 不会写得那么快乐了 就会有压力了 我觉得在你这么多重的身份里面 尤其是你又要照顾四个孩子 又要想要写一本 这样子一个小说 或许你的先生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愿意谈谈他吗 他给予你在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的协助是什么 我先生对我的支持非常非常大 对 他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对 不管是在生活上 职业上 就是一起带孩子 家庭中甚至写作上 他都给我非常大的支持 精神上的支持 我觉得你先生 如果透过电视 听到你这样子来形容他 他一定非常感动 对不对 希望吧 那这个老家人对于这个女婿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她是在美国长大 她对我女儿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爱护 很能照顾家 对 你说这个孩子 她的四个孩子都带得这么好啊 对 我觉得确实不容易 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在社会上要立足 是很困难的 竞争很大 对 价值观 他对一般人的要求就是一个名一个例 所以能够像他们两个夫妇 事业很平平顺顺的 还能够有这个家庭 也很 我觉得很平和 这是很难得的 那您是怎么样遇到您的先生的 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遇到她的 在大学的时候 所以你是自己认识的 并不是没说之言 也不是爸爸妈妈这边介绍的 不是 我自己认识的 那你觉得你们双方这个最投契的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感觉很舒服吧 对 彼此都可以包容到彼此的缺点 对 OK 如果说你的读者他非常希望你能够继续写下去的话 对于你来说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考虑的因素之一吗 当然会了 这是很大的鼓励了 我都问过他一个问题 是 有没有考虑把它写成连续剧 你看看这个爸爸有新的想法很不错 把武侠小撮写成连续剧 结果呢 那就是要... 那就是要有人肯拍才行啊 那边写出来做什么 好啦 所以我们要等待下一个 不能说是奇迹啦 下一个惊奇啦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他刚刚写完那本书的时候 是没有人要出版的 结果没有想到 他引起了这么大的读者的回响 现在呢 这个院长说 也许能可以把它拍成连续剧 对不对 那么余慧说呢 可能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拍 现在我们就看看 谁能够会演示英雄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今天呢 谢谢 最后我要请这个 他们两位一起来跟大家看一下 因为那个 你的这个 这四个字的书名啊 还请了一位 我们的书法大家 董阳姿先生来帮您做了一个题字 对不对 来 这个院长 你要不要跟女儿一起来 把这个揭开来 我们也把这本小说呢 介绍给所有喜欢 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面 谢谢 是 是 谢谢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这个 前阶段院长陈莉安先生 以及她的女儿陈宇慧 那么他们两位呢 我们认为都在他们的人生当中 找到可以尽情挥洒的空间 也有侠客的风范 我们祝福大家都能够在生命里面呢 找到最值得努力跟付出的力量 我们谢谢院长 也谢谢宇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